歌谣 哥哥的哥 那有歌谣就得有弟谣嘛 就是有哥哥弟弟就有姐姐妹妹 所以我现在喜欢写一个飞飞诗 这飞飞诗最初呢 是我去南非的时候 写着玩的 写着南非的各种动物和景象 我说是在非洲写的不是诗的文字 所以叫飞飞诗 等南非写完了以后呢 又写我们官父猫 官父猫写完了以后呢 我从这个今年起 2018年起呢 写365首 一天一首写我们的文物 我们的排序呢 是这个周一呢 是家具 周二呢 是高谷陶瓷 周三呢 是明清陶瓷 周四呢 是玉器 周五是杂像 周六呢 是金属器 周日呢 是这个雕塑 比如我在飞飞诗里 专门讲过 讲过就是这个歌谣 这歌谣呢 我说这个歌谣呢 叫歌谣地谣解谣魅谣 谣谣无期 说不清道不明 还是老虎洞 我先看看这瓶子吧 先让你们看看这瓶子 这回倒着来 先让你看看一个好东西 我看看这东西 这盒都是原来的 你看这盒 这盒 这都是民国时期的盒 这瓶子啊 我可买了有年头了 歌谣的纸锤瓶 漂亮吧 这种瓶子都叫纸锤瓶 在这个瓷器中呢 样子比较高谷 这瓶子是哪儿的呢 是我从上海买回来的 上海呢 当年有一个古董商 那古董商呢 他那儿有 他那人特别能钻营 所以他手头呢 有很多好东西 当时这一件呢 他告诉我呢 是从龚新昭那儿来的 这个我当年在百家讲坛 就讲过啊 我说我在一个古董店里呢 是那人专门做明清词的 他对高谷不是太了解 所以他一进门 他就说这东西就是 就歌谣啊 这明清的 只不过比较糙 所以我就比较好 好谈价钱 我们啊 就是瓷器中啊 就是喜欢古董都知道 简陋 就是你买的比行情低 就叫简陋了 然后他又完了以后 他又告我说 这东西是龚新昭他们家的 龚新昭啊 是上海的大藏家 东西有多少呢 根本搞不清楚 他大概是在六几年的时候 就是有一次他们家属 就捐了好几百件 那么到1986年的时候 就是我喜欢瓷器那会儿啊 英国的伊瑞莎白二世 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呢 上海呢 他就找了一些 这个英裔的华人 就是所谓英裔呢 在英国生的啊 他找了 其中有个老太太呢 特别有名叫龚安英 他是著名的收藏家 这老太太呢 是1910年生于英国伦敦 当时他的父亲龚新昭呢 出任清朝 驻这个加拿大的 这个就算领事 那么这个一说起他爹呢 这个龚安英呢 就十分尊重 因为他爹呢 对他影响太大了 他爹啊 龚新昭是清末的一个外侨官 他也收藏大家 那么他是安徽人 安徽合肥人 他也是中国清代 最后的一任的科举考官 你知道科举做考官的人 都是学富武车的 龚新昭呢 这个在这个上个世纪啊 就我们对他的认知 这人其实1949年就去世了 但是他很多东西都流了 流落在上海的 各个做买卖人手里 当时龚新昭的地位呢 有点像现在的这个 安思远的地位 我们讲过安思远 说安思远是中国文物教父嘛 他死的以后很快的 他的遗产拍卖 就他收藏的东西 这么厚的书六本 全是他的 现在好多人卖东西一张嘴 就说我这东西是安思远的 就是等于那个时候上海的人呢 一说我这东西是龚新昭的 现在藏上海博馆 有一个著名的国宝级的文物 叫商鞅方生 他底下刻秦始皇的这个诏书 商鞅推行变法以后呢 他必须要有这个标准去嘛 那么量据啊 就是量器是国家标准 所以商鞅方生呢 是国之重宝 当时呢 这个龚新昭为此呢 写过提拔 大多数人都认为商鞅方生呢 是他的收藏 其实他确实 这个龚新昭的哥哥 龚新明所有 当时那个龚安英老人就回忆说 当时确实最初啊 是龚新昭的 后来呢 龚新明呢 就他哥哥呢 以米符的这个手卷 就跟他换了 因为那个那时候亲兄弟嘛 就是也得算算账 就换了一个米符的手卷 解放以后呢 首任上海市长是陈毅嘛 他就到龚家 就看过这个米符的手卷 后来龚家就将米符的手卷 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国之重宝 文革的时候呢 龚新昭的 这个龚新明 龚新昭的哥哥 他家人呢 就不承认家里有这个商鞅方生 就不肯出让 就说没有 然后他把这个商鞅方生呢 就藏在上海师大的 那个校园里啊 你这个藏东西藏家里 都得让人搜了去 藏在一个公共空间 有时候人家找不着 然后这个红卫兵呢 就抄这个龚安英家 就非得说让他拿出来 最后找出一纸条 这纸条呢 就是当时 龚新明和龚新昭 这兄弟俩呢 换这东西的时候 立个字句 幸亏有这纸条呢 这个事情才水落石出 龚新昭呢 一生的心血呢 这个全在这文物中间啊 他到了晚年呢 他家里呢 并不宽裕了啊 其实他为什么不宽裕 他宽裕 你知道喜欢文物的人 永远缺钱 因为文物太耗钱了 这个歌谣啊 这就是当年我买回来的啊 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说 老说这个宋代武大民谣 五官歌军令 但宋代啊 其实在现在看啊 基本上可以肯定 宋代只有汝谣 官谣 这个定谣 君谣和这个歌谣呢 都是后来的事 这就是 我想这个东西 应该是元代左右的 元代左右 我们先把东西放回去 摆着吧 这么摆着好看 摆着好看 那么歌谣啊 歌谣现在大家一说 就是大名鼎鼎的歌谣啊 一说武大名谣 如鼠家珍 其实我们在三十多年前 根本就没人知道这词 因为我第一次就不知道歌谣 这个 我第一次知道 接触歌谣呢 是一个 一个女的 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女的当年呢 是 找我的时候四十多岁 我二十多岁 那现在这女的 要是活着 也得有八九十岁了 她说我们家呀 有一穗词 她这么跟我说的 这不叫穗词 这不全是开片吧 她穗词 那时候她也不懂 什么叫开片 就是有穗词 说有一大瓶子 你愿不愿意看 我就跟着上 他们家去看了 看了他们家 那是一个高低柜啊 现在没这家具 就一低柜 一个高柜 为什么有高低柜呢 低柜上头 等于是一桌子面 还能应用 过去有这种柜子 她把那高柜一打开 我一看 里头是这么大一大瓶 就是这种歌谣开片的 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 我一看 又这大瓶 后来费劲啪啪的 给它拽出来 还捣着看 底下写着 大清乾隆年制 我当时还不是很明白 我后来明白了 这个就是 当时乾隆的官谣 仿歌谣的 那么这歌谣呢 它在很长一段时间 人家人就叫什么 民间就叫碎瓷 有时候叫炸瓷 它有点像炸裂的 这个我们那时候早期 看到所有的歌谣的 这部分东西 基本上都是 这个清代 雍正乾隆时期的防品 雍正乾隆时期 大量的反歌谣 去年12月 2017年12月12日开始呢 一直到今年的 这个8月30号 北京故宫呢 在延禧宫呢 搞一个歌谣大展 这个歌谣大展 原来是 故宫博物院的 做五大名谣系列展的 第一个展览 现在成为最后一个 为什么成为最后一个 就是2011年的时候 他们这个 准备做筹备展览的时候呢 他拿着仪器 检测一件歌谣 这个魁半口的一个盘子 然后由于那机器的挤压 当场给它们碾碎了 发生了巨大的文物事故 结果呢 你想那年 现在说起来也挺快 六年就过去了 七年了 都七年了 故宫发生了这个事啊 当年他流年不利 连续出事 但这件事是最大的一件事啊 那么这盘子压碎了以后呢 就他压碎的这盘子 是当年那个红武啊 就是出土的 所以这个盘子 当时出土了好几件 其中有两件掉拨给故宫 结果压坏的这件呢 就是有两件给了故宫 一件好一点 一件差一点 结果压坏的 还是这件好的 属于一级甲等文物 一级甲等就很重要了 所以压碎了以后呢 全国哗然 说你怎么保护文物的 结果故宫呢 就是危机公关嘛 当时还有大量的新闻在采访 这一次呢 别的没有什么 有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向全国人民普及了 割咬 这一下就彻底知道了 什么叫割咬 那割咬的最典型一特征 最典型一特征 这上面特清楚 就叫金丝铁线 金丝铁线 它必定得有黑色的 这种铁线 在黑色的之间的小的区域里有金丝 就是细的这种开片 那么格瑶的开片呢 它是所谓开片 就是又发生了这种裂嘛 它由于稍造细数 膨胀系数不同 所以它就形成了这种开片 开片是烧造中的一个缺陷 古人烧造瓷器说一定要回避这个缺陷 那回避不了 因为你很难让右和这个胎的膨胀系数非常吻合 那么到了这个宋元以后啊 就是文人慢慢慢慢发现这事 既然不能回避呢 不如迎面而上呢 就把它推置于一个美学的这个境地 叫缺陷内 我们以前讲这个审美书讲过啊 就是审美四层境界 最底下是艳俗 再往上是含蓄 再往上呢是矫情 最尖上呢是病态 就是非常态 如果你把这个美学达到病态 它就在中国就释放了 就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个病态 这里我们没有讲缺陷美 缺陷美在哪个层面上呢 它是在含蓄和这个矫情之间 它在这么个层面上 缺陷美呢 最典型我们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呢 就是我们那个断臂的威纳斯 对吧 我们这个据说现在这个 一到这个卢浮宫的人 都奔着卢浮宫三宝 看完转身就走啊 第一个就是威纳斯 再有就是蒙娜丽莎 再有就是胜利女神 看完就走了 什么都不看 我告诉你 这个卢浮宫里好看的东西多了 不能就看这三件 那么威纳斯呢 很多啊 好事者或者很多人呢 都想象他这俩胳膊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往上填 陪来陪去弄了 这怎么折腾 大家都觉得不如他缺着好 所以威纳斯呢 到现在也是那个断臂的威纳斯 典型的缺陷美 缺陷美跟这个病态美 完全不一样啊 我们典型的缺陷美有什么 我们能接受的啊 比如脸上长一个物子 脸上长一个物子 肯定是一缺陷 分你长哪儿啊 所以过去说呢 脸上有美人质啊 往上半部啊 把这我们把这脸中间滑一道线 在上半部最好看的位置是眉心 你在眉心中长一个物子啊 二龙细珠 长得越正越圆越好 在下半部长得最好是哪个位子呢 是在下巴这些位置上 下巴长一个物子啊 这也是这个美人质 那么再有什么呢 雀斑 雀斑呢 这个中国人对雀斑都比较避讳啊 就觉得脸上雀斑不好 外国人特喜欢 外国人觉得这个 这个少女脸上有几个雀斑 特别妩媚 中国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你比如红楼梦里啊 红楼梦夹母的大丫鬟 叫什么呢 叫鸳鸯吧 鸳鸯呢 它长得就是啊 说风腰削尖啊 肩膀一定是溜的 大平肩不好看 你看现在这模特 都是大平肩的 在过去的古代呢 就叫难看啊 鸭袋脸圆的 现在不腥 现在腥瓜子的脸 葵花子的脸 底下得尖 是吧 叫乌油头发 头发特别黑 那现在肯定是头发黑好 高高的鼻子也好 两边塞上 微微的有几点雀斑 这就是曹雨晴 对这个夹母的大丫鬟 鸳鸯的一个描写 这时候这个雀斑呢 得恰到好处 不能太多 这种缺陷美 你说你满脸都是雀斑 那就是茶叶末 一板茶叶末 撒脸上了 有那样啊 中国人少 外国人多 白种人多 满脸都是 我见过特别厉害 再有什么呢 缺陷美呢 还有小虎牙 你看我们这掘墓 做得多辛苦 做得猫都睡着了 你说我挺不容易的 你看我们这么多猫都在这 各做各的梦 各做各的美梦 你看我们的董事长 花肥肥的 转世灵童 花肥肥 睡得不香 王晴胜 程良良 那么 这个你比如明星 有的那个电视明星 尤其日本明星多 就是长一颗小虎牙 长这虎牙也是缺陷 但是男人觉得特美 而且特俏皮 再有呢 就是现在最新的 你们听着啊 叫酒窝 酒窝长哪 长这 对吧 我这也有 你看这也有 梨窝 梨窝长哪长这 这我没有 你知道这酒窝和梨窝 全是皮肤下的 肌肉活动形成的 有人认为 不是有人认为 生理学家认为 面部肌肉之间 连接有缺陷 才产生 凹陷呢 这凹陷就叫酒窝 它就是一缺陷 所以这种缺陷美呢 就分级长哪 人家也有人能接受 你比如现在啊 这个 有一种 头发灰啊 那是灰色啊 不是我们这种花白 灰色 叫奶奶灰 现在小姑娘都追求 这奶奶灰 就追求这种缺陷美 缺陷美再有 就是那眼睛 眼睛稍微远一点呢 它是有点缺陷 眼距宽 你像我们那马嘟嘟呢 马嘟嘟呢 行了 马嘟嘟眼距宽 但眼距宽呢 有点傻呵呵的样子 傻呵呵人就喜欢 你太机灵 没人喜欢你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 缺陷美呢 它有一个概念 一定是天生的 歌谣的缺陷美 就是天生的 以生俱来的 后天的 那就不是缺陷美了 那叫病态美 比如掺足 比如把脖子拉很长 耳朵 眨俩大眼 这都叫后天的 叫病态美 我们讲过 审美的最高境界呢 就是病态美 但缺陷美呢 它是介乎于 含蓄和矫情之间 歌谣的审美呢 实际上是将 缺陷美呢 推至极限了 它以右色和开片 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 它既有右色中的美丽 温润 又有开片的美丽 它是双重一个标准 因为你如果不开片 这东西看着 你看一个暖黄色 不开片 好像没什么意思 那么缺陷美形成的 这种美学高峰呢 它呢 最初是无意的 后来变成一个刻意 刻意也必须一次生成 不能说我做一瓷器 最后我做成了 我巴达巴达敲它 让它裂开 那不行 它是自然的 这个缺陷美是这样 一旦你认可了 它就开始奏效 你就会特喜欢 你比如说 我最后讨厌的人脸上长这么雀斑 突然 你发现你这女朋友脸上有这小雀斑 你喜欢了 你就说 哎呀 我就喜欢你这小雀斑呢 你就是我的小雀性啊 人心 人心里就舒服了 所以这事呢 就是两说着 歌谣 就是把这个缺陷美啊 把它明确了 我们现在真的啊 我们现在有人化妆要点雀斑的 那假的 点质这都有过的 这个 过去点质的啊 点在这位置上 脸蛋头上 全是媒婆啊 你看那个影视剧中啊 只要脸上有一大黑质的 那人不用问 是一媒婆 媒婆就是我们现在的婚恋网站啊 这个所以以后 婚恋网站的老总脸上都应该点一个 点一个字啊 表明的我们是婚恋网站的 那我们就需要给歌谣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这个定义呢 就拔个字吧 金丝铁线 自口铁足 什么叫金丝 什么叫铁线呢 黑的叫铁线 黄的叫金丝 这很容易理解 铁线怎么形成呢 瓷器刚烧成 瓷器只要刚烧成呢 它有开片啊 一出谣 闭啦巴啦响 能响三年 把这东西开片以后呢 直接凉了以后 搁在这碳黑水里 过去这碳黑水啊 都是刮那个锅底的那个碳黑 掺着水往里一搁 一泡 然后就形成了这种黑线 让它所有的开片中呢 沁进了这个黑色 弄完以后呢 把这瓶子搁着啊 搁着你知道瓷器的应力的释放啊 一般情况下都要释放两三年 我买的那个过去 我买的那个大瓶子搁在我们家夜深人静了 好几年了 还不不不还开片呢 它就继续开片 继续开片 这种开片都比较温和 比较小 它这种开片呢 长时间的由于空气的氧化 它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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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黄色了 这黄色就形成了金丝 那合起来就是金丝铁线 过去啊 我听到老先生跟我聊啊 说你玩歌谣啊 说你们这都不成啊 我说怎么不成啊 他说这歌谣有一个牛的标准 叫什么呢 叫小气开大片 大气开小片 什么叫小气开大片吗 你比如这东西算一小东西吧 但它开片太碎 太碎 如果就开几个大片的 那价值高 难呢 大东西呢 片大吧 那不行 得开小片 紫口铁足呢 是指啊 这东西底下 这个颜色跟铁一样 叫铁足 口呢 它因为过去有一点点 这个脱右现象 它形成了一种 浅浅的这个深色 所以叫紫口铁足 如果我们不下这么清楚的定义呢 你可能观歌就不分 因为观谣歌谣的发音 在这个江浙一带的话中呢 在五语系统中呢 根本就不分 我问过 就是 它的观谣和歌谣都发郭的声 都发那么个声 所以你说郭谣 郭谣 不知道它说什么 所以你书上可以写歌谣 观谣 但是听着都差不多 那么歌谣和观谣 本身呢 在这个学术界分的也不清楚 所以同样一件东西啊 你注意看顾宫出的书 它有时候在这本书标的是歌谣 在那本书就标成观谣了 所以这把很多人也就闹糊涂了 歌谣历史上名气就很大啊 我们今天一说啊 宋代武达名谣啊 很多收藏者认为终极一生的目标啊 将歌谣和宋代的其他谣并列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是一本书叫宣德顶一谱中说的 他说内库所藏 所谓内库就指宫廷内部啊 他说柴汝官歌军定啊 我们现在说汝官歌军定 前面还有个柴要 那柴要后来就没了嘛 那么有人认为啊 有学者认为 这个宣德顶一谱 这书根本不是宣德年写的 是后来一个尾书 是大概明末的时候有人写的 咱就不管他谁写的啊 就这书上肯定是指把柴谣打了一个头 然后就是五官歌军定 后来我们的五大名谣 也基本上按这些顺序 五官歌军定去排列 歌谣的问题非常的复杂 比如他稍造的年代 咬口咬指等等啊 都到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楚 他的谜团的主要结证呢 就是古人的住宿和地下发现 和传世遗物呢 就是这三者不怎么对应 我们先说古人的认知 古人在古代文献中呢 就有关定谣 辱谣 官谣 这三个很重要 这个宋代文献中都可以看到记载 但没有歌谣的记载 也没有军谣的记载啊 军谣最早的文献都到了明代晚期了 所以说宋代没有军谣 没有歌谣是一定是有道理的 他必须文献跟实物要对应 关于歌谣最早的记载呢 就是元代的这个孔克齐的 这个叫敬斋执政执记 那么这个孔克齐呢 他本身呢都是原末明初的人了 明初呢 你看他这个智政啊 执记和明初的这个格谷要论 他出现了歌歌动谣 歌歌谣和歌谣三种说法 那么元代这个孔克齐的这个 是这样记载的 他说 常意 旧定器 官谣等物 皆不足为真蛮 他说你过去老说的什么 定谣官谣 都根本没啥意思 他说我在家时 有个表哥叫沈子诚 自这个鱼干州回来的时候呢 就写 就带着一个叫旧玉谣的这个谣器 说静齿啊 肉碟两个 什么叫静齿 就这么大的盘子 他有脸 说这就是三十年前的这个造的 就很近的时间 但是呢 他说 他这个记载写得很清楚 他说旗纸呢 这个质量和颜色呢 就非常像定谣 就可见元代就有做过 这么大的定谣的盘子 那当时呢 那就是新的 那今天 我估计可能这盘子也分不清 是宋还是元代都进了博物馆了 那么孔克齐呢 他当时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他说呢 这个 博古者都不能变 博古者什么意思 就是当时的鉴定家都看不明白 他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日子 他说乙卫东 这乙卫东是哪一年 那是制政十五年 一三五五年 我就是乙卫年生人 我是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年对一三五年过去六百年了 那么这就是在我出生前的六百年啊 就是这个 孔克齐呢 他说他在杭州的时候呢 说他买了一个哥哥动摇的一个箱顶 他说智戏虽心 其色盈润如旧造 他说这东西虽然是新的 但是看着像个旧的 然后看见的人呢 就比还算明白者呢 说看着都很犹豫 然后当时呢 这个他就碰见了 金西的一个叫王德翁的人呢 就告诉他说近日啊 这个哥哥摇啊 特别像谷官摇 说你不可不细 仔细辨认啊 所以这块呢 提供了两个信息 一个是他先说的 哥哥动摇 一个说哥哥摇 其实他说来说去 这哥哥动摇 还是哥哥摇呢 实际上都是所说的 当时的那个摇口 那么曹昭呢 哥哥摇论中呢 他是这么说啊 他说古摇器啊 这个包括他增补的 这个哥哥摇论啊 他说哥摇的条款 是这么说的 说旧哥摇色轻 浓淡不移 亦有铁足子口 色好者呢 泪懂摇 说今天就已经很少了 他说圆末心烧者啊 就是土脉粗糙色意不好 这是曹昭在 哥哥摇论里说的 那么你看啊 哥哥摇 哥哥摇 他说旧哥哥摇 色轻浓淡不移啊 你看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从这块推论下来 可以说呢 哥哥摇啊 哥哥动摇 哥哥摇 哥摇应该同指的 就是一个摇口 就是越说越简化 我们都会简化 比如有个电影叫 那些年我们不懂恋爱 还是我们不懂感情啊 很少有人把这个电影名字 说出来 就说看哪个电影去了 看那些年去了 对 他就简化了 所以这个哥哥动摇 哥哥动很接近于老虎动 就是浙江地区啊 它是有山啊 山上有很多自然的形成的洞 那个都有命名的 比如老虎动 哥哥动啊 就我上次去到这个杭州去 还看到什么洞 我都记不住了 那么这种洞呢 它会逐渐逐渐演化 哥哥动摇 那就叫哥哥摇 最后就简称哥摇 我想呢 这个究竟这是不是啊 起码我是这么揣测啊 我们就是后面再说 到了明代的这个后期 嘉靖年间呢 就是那时候人已经开始认为 哥摇呢就产生于龙泉 所以是由张氏兄弟的哥哥 所烧造的 那时候当时有很多书上 都这么记载 明代有个人叫陆申啊 他说哥摇呢 浅白断文 所以浅白断文就是开片 浩百几岁 他说宋代有张生一 张生二兄弟啊 说接触州人 就是龙泉人啊 然后他主 这个龙泉之刘田摇 这说的就 就不一定那么准了 他说张生二啊 就是人家地里锁的 烧的是陶清气 就是纯粹如美玉 当时他的记载说 为世所贵 就是当时人认为 这个东西之前 跟官摇差不多 那么哥哥张生一 所烧的陶 他说陶 你看那个叫陶清气 这个叫陶者色淡 就颜色比较淡的 他叫歌摇 这是陆申的记载 他说的很清楚 一哥哥一弟弟 这个说法呢 就流传很广 一直到今天为止 你去浙江龙泉的时候 老龙有人跟你说 张生一张生二 俩兄弟 这个各有成就 哥哥忠厚啊 瓷器卖得好 弟弟生忌度 就抓了一把黏土 撂在釉缸里 这样呢 这个开摇后呢 哥哥的这个烧的摇 就开片了 开片了就是个缺陷 卖不好 没想到卖得更好了 结果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弟弟在开摇的时候 往里灌水 使幽面炸裂啊 就害哥哥 其实这都是一外行的说法 外行根本就不懂烧造工艺 这工艺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民国三十几年啊 农泉有一个副县长 估计闲着没啥事 然后写突击十来天 写了一个中国陶瓷史 你知道这中国陶瓷史 是我认为啊 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 但是不是他写的 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 国家请国家之力啊 把这个专家召集了上百人 反复研究写了十多年 才写了中国陶瓷史 这哥们行 这哥们十来天 就把中国陶瓷史写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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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